上个月因为我们家狗子跳楼后 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有粘东西 有没有粘东西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狗从此就爱上了自由落体运动 三没两天就想跳一次楼 让他很操心 毕竟这个高度也不是每次都能活着的吧 那正好这个月房子就到期了 我也给不起这五位数的房租 那就索性搬家吧 这回呢就搬回以前住的那种高楼层 这里十几楼 我看你还敢不敢跳 然后我们也看看到了新家后 猫咪们都有什么反应 那你看坦坦就很稳重 直接就开始摆烂了 毕竟都跟我搬过七次家了 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是哥你搬家博主啊 布鲁斯和美眉呢来新家就直逛跑步 可以说跑步级在哪 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强身健体最重要 奥斯卡尼尼呢就是属于那种幼菜以外的 非要出来溜达 一有什么动静就装船底 那当小鬼城没装在哪呢 哦在这里呢 都躲在这里好几天了 只要一拿他出来 他就会吓出飞机了 然后赶紧就跑回猫房间 不过这些猫以前住光的大房子 一下子小了一倍 是有点不爽 空间一小了 就容易落矛盾打架什么的 干嘛都打我 那这里们也不能怪我 你们要怪就怪那只跳楼狗吧 嘿嘿没钱就怪狗了 啊 谢谢大家